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九月份了 也是各大院校開學的日子 剛巧我有一個朋友是做老師的 就在眼睛開學的這幾個星期裡面 00後的世界觀和潮流 已經令到我的朋友大開眼界了 所以我就在我的Instagram 問了各位00後 究竟現在最流行的人 潮院 劇集電影 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就一齊來了解 在靈魂後的世界 第一個類別就是劇集 或者電影 有了NOX 挖證 第五位就是 韓劇 為什麼我就這樣統稱它為韓劇 因為講不同韓劇的人實在太多了 黑話律師 25、21 我中學看 繼承者們還要看導彈 因為那時候不流行訂閱 但是呢 竟然是很多人都說Netflix出的東西 基本上都會看 就是大家都是有訂閱Netflix的 對呀 而且因為小時候是沒有信用卡的 你網上付款那些一定要用credit card 對呀 那你們現在是怎樣 付錢呀 就是以 對呀 第四位是有兩套的 兩套都是趕產的電影 第一套就是 陷加辣 第二套就是 哎 是不是讀陷啊 好像讀合加辣 陷是配家產 合是配家辣 合加辣 第二套就是 媽媽有了第二個 大家入場的原因 是不是都是想支持大家的偶像呢 因為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香港好像沒有很多偶像派的明星 所以都很少會因為偶像而進去支持 第三名就是 命運戰機 我想應該不單是在00後比較流行 應該是全香港人 近來都會有看的一套電影 我就是天幕 天幕 就 剛剛呢 就在兩天前 加入這個 史上華語電影 最高電影票紅 第九一名 第二位 就是 Marvel的電影呀 現在就真的年中 有很多人去做影評啦 很快呢 又會上 Disney Plus 但這個也不知道是不是00後才會流行啦 因為 劇情世界都流行的一件事來的 剛剛說的第二、三、四位呢 都是電影啦 但第一位呢 是一套劇集來的 而且呢 票數都敲來幾遠下的 Netflix的 Stranger Things 第一季 對我這個90後來講 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對00後來講 應該是再久一點 他當然是好看 但我以為是 可能90後的回憶呢 會更加多 因為由第一季追到現在嘛 但是竟然這麼多人投他做第一位 是幾... 然後呢 就來到00後裡面 最流行的人物啦 第五名就是 K-POP Idol啦 最多人說的呢 就是Black Pink啦 那這個也是全球的大趨勢啦 他現在的YouTube Channel 已經是 全世界最多人subscribe的音樂頻道啦 而那個IVE的人呢 都多在日本啦 韓國啦 00後啊 10後啊 是超多人喜歡IVE啦 去到第四位 一個香港的男歌手 MC張天賦啦 什麼時候開始特意的呢 《反對無效》那時候 首歌是好聽的 但我以我所知 應該是沒有那麼紅的 到真是 紅的時候 是不是幾億元 還有我發現呢 早過一兩個月 我都很多人聽老派約會 你告訴大家 有沒有看搞搞搞 第二位是有兩個人的 一個YouTuber 一個歌手 歌手呢 就是林家謙 這個我真的沒想到 我以為林家謙是會比較年紀大一點 90或者80後的人喜歡的程度會更加多 而另外一個同樣是第三位的Youtuber 就是 你收定啦 小薯茄啦 489K的subscriber 看看最多人follow的成員是 有藍特 34萬的followers Pomato的IG已經是49萬的followers 我想都是歸功於雪櫃冷藥畫 這個風潛的成功 來到第二位是一隊 組合來的 大家聽到組合都應該會聯想到 就是MIRROR 被單獨提得最多的成員 就是 因為有些網友是知道 我有幫Edan剪片的 所以在我自己的IG問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得到更加多Edan粉絲的回覆 所以大家就留言告訴我 是不是Edan是特別受這個00後的歡迎 我自己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都看到他們的觀眾群的年齡 是可以很廣的 老少咸耳 即是說10後的小朋友會喜歡 媽媽級別的也會喜歡 你一位的人物究竟是誰呢 究竟能夠贏MIRROR的 都是組合來的 他不是一個藝人 而是一個youtube頻道來的 就是香港youtube界最大的邪教 JFFT JFFT 香港最大的黃島讀youtube頻道 相當之surprise 事實上 應該是上半年的攻勢最強 來到下半年 就不得不提JFFT 這個頻道第一次看應該是年中的時候 應該是youtube的演算法推薦 重提一條爆咸卡的影片 總結一下大家 為什麼這麼愛戴JFFT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他們 很有那種純粹的快樂 沒有那麼好聽就叫 那種好咬的味道 很有中學的時候 大家開玩笑的那種感覺 還有他們是很有家庭感的 他們拍過的影片 你會感覺到他們真實的友誼 然後就來到潮語的部分 我們第五位就是點部署 應該打完一大堆你的問題 然後最後就會加點部署 而出處 JFFT裡面 當他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會打一段字 然後最後就加點部署 就漸漸成為了一個潮語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出處對不對 但是大家說 所有 unknown的出處 都可以歸咎於JFFT 去到第四位 就是各種的癲 小癲 中癲 大癲 還有巨癲 以前是聽小多 通常會小 然後加一個形容詞 就是小鑑 一定是不知道誰說那一下 然後就說 你這個不是小 你這個是大 第三位就是 建議和不建議 這個是怎樣來的 這個字 應該是 不要再加一點嘲諷的意味 就會用這個不建議 應該是 我沒有說錯 來到第二位就是 就是廣東話拼音的簡寫 SLS CLS JM9 其實全部都是廣東話拼音 這個我是見證著它 由一個傳寫變成一個簡寫的年代 因為我本身打這些字 是會打傳寫的 廣東話拼音 之後慢慢 那些人就開始懶了 然後就慢慢打 大家就變成 全部都變成縮寫 這個我認識 然後就開始用 有整個靈魂頭 都會用這些字 這個是最多人投票 那個誇張的程度 是我每一版 就是展示到八個回答 一定有一兩個 是會說JFF 所以可想而言之 要成為潮流的店長 一定要 我認識這個JFF 我舉幾個比較多人說的出來 第一個 一定是 FIRM 好行啊 好行啊 這次就會說 好FIRM 但是我看到一個網站 它就說 FIRM一詞 與字面解釋完全不一樣 通常來形容朋友之間的關係 例如 零FIRM 則表示Hi by friend 是不是真的啊 這個 這個 可不可以有零零後 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 然後就是有 這個零磚 我發現大家只要把零 加在名詞前面 那你就可以形容你沒有那樣東西了 譬如姿色 你們就靈智 靈智?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也很多人說的 就是 應該是拿鞋音的 這個 是一個JFFLive裡面 有觀眾call in 說了一句 普通話的尊重我 但是說得太歪了 就變成張中和 今天的零零後潮流 大水的排行榜就說完了 雖然這個是真實的調查結果 但是也有可能因為我真的太少followers的關係 就未必準確的 如果有什麼我講漏了的話 請在留言告訴我 或者可以 馬上subscribe我的Instagram 之後的調查就會更加準確的 好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subscribe這個頻道 和share這條片給你的朋友 看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